请接受 避祝本县宪明健康99亲子和乐平安 以五千万元打造的 草屯库比亲子运动公园终于启用 由县长许淑华主持公园启用典礼 并与来宾一一的了解各项设施特色 还试完几项的有据 由于园区内缺少遮阳设施 县福与诺会请厂商来征设 那我们这座公园的特色呢 因为是全年龄层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游乐设施呢 都有针对不同的年龄层 从两岁呢 到我们的这个长辈都可以适合来游玩 尤其很多的小朋友呢 从这个很多的像沙坑啊 这种比较亲子性的游乐设施 通通都有 刚才议员这边也特别建议到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 如果我们县政府也可以在 设置一些遮阳的地方 我们也会进行来规划 那希望呢提供给我们所有现场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草屯地区的朋友们 更好的一个游戏的空间 仙缘简斥胜表示 亲子主题公园总所期待 感谢县府用心规划 除了能够让孩子在各项设施中寻找乐趣 也能够增加亲子及老幼互动的机会 先元唐晓芬表示 园内邮聚合运动设施使用对象以儿童为主 告示派除了清楚标示各项设施位置 更透过行星术说明邮聚的难易度 让各年凌晨及不同能力的孩子 都能够享受游戏运动的乐趣 那包含了很多的设施 从我们两岁到十八岁 甚至我们的成人很多的设施都是可以来使用 那新的公园开始 也希望说我们县政府也非常的贴心 在每一项的一个运动项目上面都有用心心来表达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困难性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游玩的时候 能仔细的来阅读我们这些的规则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个公园里面运动的时候 也能够保持我们的运动安全性 草屯库比亲子运动公园暂地超大 不仅让小朋友们有足够的空间尽情放电 也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 促进亲子互动 记者洪一轮草屯正采访报道